还要来关心目前疫情的进展 已经有超过9000万人染疫在全球 那我国在16号新增7例境外移入的确诊个案 不少人都是经过多次裁剪才发现确诊 像是日前跟染疫家人一起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案850 还有他在国外的裁剪 一共就验了4次发现是确诊 专家认为针对确诊者的接触者 最好还是要练两次以上比较保险 另外还有另外一名是从南非返国的个案 也是入境快一个月才发现自己已经染疫 我国在16号的时候 一口气新增了7名的境外移入的案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持有登机前三天 阴性证明的案850 它是验了4次才验出阳性确诊 这个月3号案850和案817 两人一起从美国飞回台湾 因为身体都不太舒服 先在机场进行裁剪 案817在这回的检验中确诊 而案850当时则是呈现阴性被列为居家隔离 两天后再验一样是阴性 最后却在隔离期间出现咳嗽 味觉异常这才被验出阳性 CT值17代表病毒量很高 而且前后验了4次才确诊 当地就已经感染了 都没有塞到 因为他7号之后才发病 另一名长期在南非工作的本国籍男子 去年底板国原本检疫期间都好端端的没有任何症状 直到自主健康管理时因为腹泻时不时跑厕所 让他决定到医院自费裁检 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染疫 从入境到确诊长达将近一个月 他的血清抗领检查IgG阳性而Igm则是阳性或阴性 推测已经染疫一段时间 至少发病四五个星期 腹泻症状 这应该是一个其他的事件 同好市入境持有阴性报告案848印尼级迂攻 检疫期满后 重见安排做第二次自备裁检 这才验出确诊 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我国一天内就有来自四大洲五个国家的一路个案 指揮中心持续谨守边境 不敢掉以轻心 九点凡凡特报导